可是當天總決賽的時候 他的狀況真的很不好 所以他有跟主辦單位說 我需要我一個學員 一定要幫我在旁邊撐住我 不然我真的撐不下去 可是沒有想到當天 主辦單位可能因為前面的嫌隙 因為他不是說你們就是 那個賽制不公嗎 居然整他 惡整他 那這些都是這個流出來的音檔 是李文的聲音 直接講就是說 世界上居然有這樣的壞人 他說他那時候有 已經交代他的學員 就是說要來撐住他 結果在當時他穿了七寸的高跟鞋 他的學員居然被Cue到另外一邊去 然後硬生生的看著他跌坐在地 然後痛不欲生 然後他真的 他就覺得很傷心 他覺得說怎麼可以 他說他入行二十八年 從來沒有受到這種羞辱